在紐約時報廣場慶祝新年來臨之際 新任紐約市長白詩豪宣誓就職 成為紐約市二十年來首名民主黨籍市長 白詩豪在午夜時分在住宅外宣誓就職 在星期三稍後他還會參加 由前總統克林頓主持更大規模的正式宣誓就職儀式 白詩豪的前任彭博是一個無黨派人士 彭博曾經連任三屆紐約市長 被認為有效地減少紐約的犯罪率 在改善紐約市環保方面亦卓越有成 白詩豪表示要結束彭博執政時開始實行的 警察可以隨時截停盤問的政策 批評者認為有關做法主要針對黑人和小數族裔 是不公平措施 白詩豪又表示要解決紐約市越來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 並且推行他為所有兒童提供學令前教育的建議 字幕提供 Animal b